新聞介紹來看是歡迎收看 今天的民鄉動物收容所 在一起經營收團吃狗仔吃狗仔鑑的比喻事件 動物保護人數這期官方照顧不好 讓狗仔搖到吃狗仔鑑 他對市民對著每體關注 港議館政府的官員是特別市民來認真 共調他每天都有照時間吃狗仔兩次 到時也來共調不是狗仔吃狗仔 而是狗仔加狗仔 而且馬來近一百歲民說這已經死去的狗仔鑑 原本就已經破壁 但是他也坦然說有關係 不像破壁的狗仔分流管理 為民眾三四隻狗為了一隻狗仔鑑 甚至皮都被割掉 狗仔是割到一千里側 這就發生在該館政府 所負責的民鄉受容所 上有貴 有啊 有上貴的東西 沒有 我們要收起來 吃完之後 吃完結束 最近是餓很久了吧 不然怎麼能吃自己吃同飯的時候 是有 動物保護團體看到 沒有喝酒 殘忍事件發生 料到四季的狗仔和管理員的理論 過零當中氣氛相當恢復 像我該館家 特地賣 風底色的社長出面認清 並用收容所 有專人照顧流浪狗 像我八點 和阿波三郎的遵守 吃狗仔吃飯 而且又清洗的環境 不可能有狗仔搖到吃狗仔的事件發生 他不是狗吃狗 是狗咬狗 攻擊另外一個得病瘦瘦的狗 所造成的這種現象 紅柚祖表示 包括農委會和管政府的經費一組 一年才兩百萬百里 就流浪狗的工作 其中臨時費用減大部分 不然民放收容所大概有五十隻的狗仔 大小隻分別貴在不一樣的人 但紅柚祖也賺錢 某種伴乏狗仔分流管理 是舒服 就是說比較瘦弱的 跟比較強壯的那些狗 必須盡量把它做隔離 那另外的話 在管理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做好巡視的工作 民放收容所表示 依照規定 流浪狗被狗來到這裡 那是沒有被林漾 超過十二天 到後就被安樂士 不就跟他管理流浪狗 被林漾的殺手是四十歲 林漾就是專台第一 紅柚祖也強調 未來中加強收容所的環境改善和管理 這次我們叩叫紅柚祖 蔡宏伯德 蔡宏伯德